英国国会的改选结果在稍后就会有初步的这个讯息来公布了 而保守党呢很可能会失去执政 而选民当中最关心的就是新政府能不能改善经济问题 英国国会大选不论是现任的英国首相苏纳克又或是工党党魁施凯尔选举当天都紧签太太的时候一起投票 施凯尔投票时周围还有大量的人群为官 夫妻俩喜上眉梢看得出对选情很有信心 工党支持者等不及政府换人许多人不满保守党执政14年英国经济不见起色 就连英国医护员都满肚子苦水 选前英国初级医师就曾展开围棋五天的大罢工 统批这几年工作量持续暴增 薪资却赶不上物价 喊出要调薪35%的诉求 看看这几年英国通膨率变化 2020年3月新冠首度封城时通膨率为1.5% 没想到之后危机一波波 2022年2月恶物战争爆发 能源费狂飙 同年9月前英国首相特拉斯上台后涨到11%的高点 尽管之后逐渐下滑 但只是价格上涨速度放缓 整体物价仍比过去高出许多 苏纳克尽管选前积极挽回颓势 但显然效果有限 民众忘不了前首相强身的派对门风波 还有2022年1年换掉三个首相 加上之前对脱欧的不满怨气一次爆发 根据调查今年英国选民中高达52%最关注经济议题 其次才是医疗移民与住房和环境的问题 工党因此紧抓要害 凸显自己比保守党更能苦民所苦 他们当家才能改变英国 根据英国统计局数据保守党上台后 GDP成长下滑 人均GDP成长率每年仅0.8% 另外英国生产效率这几年不仅落后美国 甚至被欧元区19国超越 也低于G7国家 工党预计将在650席英国下议院席次中取得破纪录席次 若没有意外 工党党魁施凯尔将成为英国新任首相 现年61岁的施凯尔职业生涯横跨法律和政治两大领域 更是公开的无神论者 值得注意的是他2016和2018年期间 曾两度访台与时任副总统陈建仁对台 对台湾并不陌生 只是英国经济问题并非一招一戏可以解决 不论谁当选都有严峻挑战要面对 点新闻 作伙道 而美国的总统大选民主党会不会把拜登换掉呢 他本人似乎是下定决心要参选到底 跟副手贺锦丽去突袭竞选团队的 视讯会议 不退 不退 就是不退 在上个礼拜惨烈的辩论表现后 美国总统拜登团队所有人都传达出一个讯息 拜登不会退宣 今天他照样跑行程 包含颁发勋章给南北内战时期老兵 还和多位民主党籍州长们会面 就是要稳定军心 拜登与多达十二位的民主党籍州长在白宫密会 会后是由纽约州 马里兰州 明尼苏达州代表受访 表达全力支持拜登 但是问题是党内的反对声音大到令人无法忽视 亚利桑拉州的众议员格里哈尔瓦以及德州的众议员杜盖特 都是公开喊话拜登要以大局为重 该退就退 民调也是空前凄惨 四大民调中有三分都显示 川普的领先差距扩大到6% 可以说是目前为止拜登落后最多的时候 这个已经是一大警讯 除此之外 连民主党的金主们都有意见了 民主党金主之一网非创办人哈斯丁 也对纽约时报表示 拜登必须让位让有活力的民主党领袖 打败川普确保安全及繁荣 基层党员和金主们的发难 到底能不能让拜登改变心意 还很难说 因为目前为止还在力挽狂澜 拜登把他的竞争员在召唤 告诉他们 我正在走 我是国家的召唤 没有人在推出我 我不会离 拜登不止突袭竞选团队会议 还在广播节目自责 辩论表现太差 拜登哀求选民不能用90分钟定生死 但是传出拜登确实也有最坏打算 由于本周末拜登还有一场 与ABC电视台的专访 以及造势行程 幕僚透露他会自我评估 是否还适合参选 如果真的要换人选 他会是第一顺位吗 拜登身边最忠实的拉拉队之一 就是副总统贺锦丽 他极力护航拜登 但妙的是贺锦丽身边的护卫队 也准备好随时让他转正 如果真的是由贺锦丽取代拜登 对决川普 民调显示贺锦丽的支持度为45% 指小叔川普两个百分点 并非是没有胜算 而川普阵营似乎也早已 把贺锦丽当成假想目标 竞选广告中 川普阵营攻击贺锦丽 是破坏美国边界安全的共犯 俨然就是把贺锦丽 当成了川普的头号假想敌 而其实在民主党内 有一张大王牌 却是请不动 那就是前第一夫人 密雪儿欧巴马 根据民调 如果密雪儿出马对决川普 支持度破五成 但是她忙着出书 宣扬女孩弱势平权 无心政治坚持不选 这也让民主党内 至今都还在为 能不能组出一个 必胜组合伤脑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无恶战争方面 最近俄军是大有斩获 不管是在地涅伯罗 还是盾内刺客 或是哈尔科夫 都有攻势 也拿下不小的重要城镇 天空传来巨响 女子惊慌回头 在不远处开车的民众 也目睹这起恐怖爆炸 没想到还有更多攻击来袭 吓得驾驶飙脏化 边踩油门逃命 这起惊人空袭发生 在乌克兰中南部 地涅伯罗 周三早上当地 遭俄罗斯 无人机和飞弹轰炸 没被防空系统 拦下的漏网之鱼 击中公寓大楼 儿童医院等建筑 冲击波 大到连地面民众都站不住 过去五天 地涅伯罗就遭三次攻击 俄军也仿佛选在周三这一天 对整条乌克兰战线 发动总攻击 越往北走 在盾内刺客战线 战况越胶着 乌军第93机械化旅 在巴赫姆特西南方的 克里什基富卡作战 试图突破俄军防线 北上支援 正在苦撑的查西夫亚尔 因为当地的诺维区 传出遭到占领 很有可能代表 俄军已经越过 贯穿查西夫亚尔东部的运河 离乌东沦陷又更近一步 在战场上与死神巴赫的还有军医团队 他们的救护车往往是俄军最佳目标 这些军医冒着危险 撤离伤兵和来不及逃的居民 而医院里的医护 手都不敢停 因为俄军使用的武器 太千奇百怪 弯了一步 在东北部往哈尔科夫方向 乌军指出 俄军靠空中战力支援 在沃夫昌斯克等地区 发动约11次攻击 一整天攻击下来 乌克兰无辜平民也死伤惨重 总统泽伦斯基再度喊话 强调西方军援防空武器重要性 值得注意的是 澳洲军事分析师 前少将米克雷恩表示 尽管俄军在乌军弹药 最少时进攻 也取得战果 但进展不止不大 而且每占领一平方公里土地 平均下来就牺牲360条性命 投资报酬率也太低 已经错过打赢乌克兰的最佳机会 随着习近平与普京二度会面 又掀起呼吁北京协助停火的声浪 奔兰总统受访时更说 习近平一通电话就能化解乌俄危机 同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各方保持沟通 继续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 发挥建设性作用 另一边俄国盟友白俄罗斯 近期频频在与乌克兰边境 大秀军事肌肉 总统卢卡申科一边又强调 绝不允许和乌克兰起冲突 不过北约目前有两万兵力 驻扎在欧盟成员国边境 也在提醒白俄最好别情举妄动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最近在峰会上 跟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再度会面 也强调两国要加强全面战略合作 来反对外部干涉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在两个月内第二度会面 不怕欧美制裁 普京表示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正处于史上最好的时期 为维护两国正当权益 捍卫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做出努力 两人碰面的场合 是正在哈萨克举办的 上海合作组织年度峰会 这个由中国大陆俄罗斯 印度伊朗巴基斯坦哈萨克等国家 组成的非西方大型组织 历史超过23年 是对抗西方世界的重要舞台 美国CNN报道 由于支持俄罗斯攻打乌克兰的白俄罗斯 将加入上海组织 代表中俄有意将上海组织 从反恐反极端主义的区域安全定位 转型为地缘政治的制衡角色 趁着上河峰会召开 习近平造访中亚国家哈萨克 由于哈萨克是天然气石油和矿产 主要出口国 中国大陆透过一带一路 深化中亚经贸 同时输出自家风力 太阳能和5G技术等设备 可谓互蒙其力 但与此同时 习近平不只拉拢中亚 与俄罗斯交好 跟在南海问题上 水火不容的菲律宾 也要试图荣兵 7月2号 大陆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 与菲律宾外长 在马尼拉召开南海问题 双边磋商机制 第九次会议 要在南海争议上 划好界线 慎防擦枪走火 TVB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